基于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以报道方式,通过中港人士批评青年新政后任议员梁颂衡及邮惠征之后, 十一月一日星期二,《环球时报》再度发表署名评论文章,严厉批评两人, 认为他们的行为波及中央权威以及一国两制的正确性, 且属于基本法中规定中央管辖的所谓重大决定事项, 两人是否有资格重新宣誓已经变成捍卫基本法的保卫战。 评论也说,根据基本法,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形势自治权所产生的各种纠纷及争议, 有通过解释基本法来解决问题的权利。 另外,早前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,港澳办前常务副主任陈佐尔也引述港澳办前主任鲁平的言论,批评港独思想。 然而,除此之外,北京的高级官员和主要官方媒体并未就事件做出高调表态。 香港实事评论员刘瑞沙认为,北京显然已经有一个统一的部署。 现在从梁正英的反应,紧急申请司法复合,另外建制派刘慧,然后排山倒海的声讨两位议员的广告, 还有建制派的重量级的人物表态,现在包括梁正英也说很可能会导致人大释放。 整个态势已经很说明一个问题,就是背后是有一个中央的指示, 要求他们达到左党两位议员算是成为正式议员的目的。 还有分析指,北京很可能计划通过这一事件降低香港自治的水平, 以一国来压制两制。 他认为,虽然北京在目前获得了相当的主动权, 但如果强硬处理宣誓风波事件,将为未来香港政治埋下新的不稳定伏笔。 因为他所有都在他的掌控之中,但是这样长远下去, 最后北京也不能让大家服气,最后只有碰撞, 只有最后没有什么人能够有什么好处了。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。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王思维 将美国主席处理宫 flight夜市场幸層体操作法小五海交cz